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 我是阿忻 那現在出來收個碗了 看一下有沒有化的 然後這個碗也是 剛放下去不久了 不久的 一碗也不错 两个南瓜蟹 还有点柠檬 白雕的 南瓜蟹个头挺大的 大南瓜蟹 六两 两尖 这块就先板着 它不会咬那个小鱼 这个 挺大的 这个有六七的 这个就 至少一只就能够值个几十块了 大柠檬 这个就是 这个大的 现在这个 你也值钱 去第二碗了 希望有越来越多好复 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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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钓鱼 五十斑 这个 这个 这是一样的 半绝虾 九绝虾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叫青尾 尾巴是绿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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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的话 也没有大点的 这只手 下一碗了 这边 鱼 就是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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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些 里面 这些 这个 那些 这些 这些 这个 看来这条刷要偏倒 那个天气也有点热 稍微赶紧回去 没遇到大花 又是一只狼花 两只一公一母 屋头 几条屋头 这个还可以 这只也是挺大的 也有个六七两 现在价格贵 一斤都是上百的 这个是母的 然后今天的最大的也就这一条了 我屋头了 差不多一斤左右 像这些就可以养起来的 是头蟹的 好了太热了 我先回去了 现在回来了 刚才那些钓鱼苗的就弄给亲戚 它养鱼潭的 给它放养的 然后就自己抓的这么一点 然后就这几个 几个蟹 两个蟹 还有好几只的 然后一个也 可能这个几十块 也能够值一些钱 然后今天都发现 柠檬鱼也 也没有几条 就是一条大一点 像一样 像这柠檬鱼 就特别肥 你看 这么好 像这个刺也是有毒的 装的时候也要小心了 然后也就是最大的 乌头 就这条乌头 然后没啥了 全部在 就这样 今天我们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